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有101大楼的信义区吗 以前看起来没有高楼大厦 汽机车人很少 1958年台北市的人口数只有72万5千人 到了2017年已增长至278万3千人 人口数的增长也加速台北市的都市化 于是田野 稻田就纷纷改进成了高楼大厦 田野里的生物怎么办呢 田野里的生物只好搬家了 以前农田里常见的蜻蜓 蝴蝶和红娘花 稻田里也处处可见的麻雀 下夜还可以看到一闪一闪发光的萤火虫 萤火虫 一闪一闪的一定很漂亮 是啊 现在都市化后 道路铺了薄油 建筑物使用了混凝土 这些材质容易让市区温度上升 不适合生物居住 难怪现在萤火虫很难看到了 为什么盖大楼铺薄油 会让市区温度上升呢 因为混凝土建筑物及薄油路面 吸热快 但是散热很慢 所以热能越积越多 城市就会变得像一个热岛 气温高过外围的郊区 这个现象叫热岛效应 照片中的台北跟现在还有哪里不一样呢 爸爸 以前的台北天空也常灰蒙蒙的吗 街上也到处都是汽机车吗 以前的天空很清朗哦 夜晚爷爷奶奶总带着我们在院子里乘凉 大家都以脚踏车代步 黄昏时骑着脚踏车迎着风前行 是最舒服的享受 不像现在 时不时就会听到新闻说 空气品质紫暴了 紫暴是什么意思啊 气象局依空气中的污染物 对人体的影响进行颜色分歧 紫暴代表污染物浓度非常高 会产生危害 例如 空气中的细旋浮微粒PM2.5 就是体积微小的污染物 容易进入呼吸道造成疾病 甚至导致癌症哦 我想起来了 学校也有标示空气品质的旗子耶 旗子换成橘色或红色的时候 学务处就会广播提醒大家 空气品质不佳 班上有些同学也会戴起口罩 说这样可以保护自己 没错 狐狸猫 下次如果听到类似的呼吁 也要戴起口罩哦 好的 狐狸猫继续看着盒子里其他的照片 其中一张看起来十分古老的明信片 引起了他的注意 爸爸 这是什么地方啊 感觉很适合去踏青 这是日治时代的后山皮 是当时农田主要的灌溉水源 只是现在大部分的区域都已经填平 被改建成了南港公园 为什么要把皮糖填平呢 随着人口增加 台北市的发展越来越好 慢慢地涌入越多人口 人口急速增长 需要更多的居住空间 只好把适合居住或休憩的皮糖地区 改建为豪宅或公园 皮糖如果没有被填平 是不是能发展成皮糖生态系啊 是哦 皮糖可提供灌溉用水 有的皮糖周边还可以发展为湿地 提供候鸟迁徙时战时栖息 对生物保育来说非常重要哦 像是濒临灭种的台湾瓶蓬草 就是长在皮糖生态环境的物种 皮糖被填平后 皮糖里的生物就失去家园了 好可怜哦 我们也看不到皮糖景色 不但我们看不到皮糖生态 池糖蓄水的能力也会下降 如果连续下大雨的话 更容易引发水患 照片中的后山皮面积减少后 雨水都流入基隆河 下游的信义区就常常成为淹水的受灾区了 原来人类在城市发展的受益下 也要付出这么多惨痛的代价 这些老照片也只能让我们去追忆过去而已 不是哦 以古为鉴可以知星体 科学家透过这些资料的归纳经验的累积 可提醒世人亦可以预测未来 最近NASA也陆续公布一些对比图 让我们清楚看见 人类对地球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爸爸 这张图有好多种颜色 是什么意思 这是1987年到2017年 美国西部野火燃烧高度的攀升图 科学家历经几十年的研究显示 气候变迁与全球暖化 将促进野火往更高的地方燃烧 且火势更加旺盛 图中紫色部分是燃烧高度上升最高的区域 真的很惊人 那这张呢 这张是犹他州大岩湖 逐渐消失的水资源 这张是苏佛里野火山的火山灰掩盖 绿地后光秃的模样 这张是南路易斯安那州 逐渐消失的绿地 爸爸 以前的地球环境跟现在真的差很多 没有植物的地方看起来很荒凉 植物可以吸附空气中的悬浮为例 并将二氧化态转换成氧气 具有净化空气的效果 而且植被可减少水土流失 植物对于环境净化和水土保持真的很重要 是啊 讲了这么多 我们要赶快大扫除了 以后你有空再上到NASA网站自行观赏图片 老照片真有趣 是啊 我们边扫边整理今天讨论的内容 1. 都市发展是近年环境改变的原因之一 2. 热岛效应使城市气温上升 3. 环境开发破坏物种气地 影响当地的生态 4. 高楼大厦填平皮塘使田野消失 5. 皮塘具有保育生态和调节河川水量的功能 6. 植物能吸附空气中的悬浮微粒 具有净化空气的效果 有业者引进外来种粉红爱情草爆红 成为打卡景点 你们认为此种人类活动 可能对本土物种造成哪些影响呢? 之后的影片 我们将介绍外来种 欢迎你先在下方留言 发表自己的想法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